我跟各位報告 這件事情是去年底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去年底的時候就已經送到醫院 然後那時候送到進去的時候就DOA了 然後後來當然就已經不幸的離世了 但是我現在幾個真點跟茂逆點 我講給各位聽聽看 去到醫院的時候這種這麼離奇 顯而異見是有為異常的狀況 就急診室的員工來講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通報 一定第一時間就通報警察 好那警調有沒有立案偵辦 就好像也沒有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一些現象是包括你說 這兩個這個保姆跟他的妹妹 以及這個社工 他們是陸續最近才到案 然後才上演場大秀說 把他手銬靠到身上 然後售出來給大家看 那我就講那這三個月期間 如果不是像乃余講的嘛 有外傭 那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嘛 說是殯葬夜夜者嘛 殯葬夜者把照片嘛 有人說是因為投訴陳秉甫嘛 陳秉甫才把這件事情爆出來 反正很多種說法 但總而言之 他是一直到了三月份 才正式開始要處理這段事情 所以顯然有沒有人在押 絕對有 你檢調必須要解釋清楚 在第二件事情 還有一個人 就是兒福聯盟 保姆是你請的嘛 薪資沒有給付 然後發生這種意外 發生這種狀況 包括是社工人在當中聯繫 兒福聯盟這三個月以來都結定定嘛 好那我們現在來爬出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各位保姆 虐待兒 合同這個東西已經確定的一個爭點了 因為我不太想要描述太多案情細節 對 反正這個保姆就是人渣垃圾 這個下地獄 沒錯 這個東西是已經確定了 但我們現在訪問第二件事情 社工的問題 今天這個社工我給大家看這個對話紀錄 因為現在社工大家有個說法嘛 說不對啊 他都有回報啊 他都有講啊 還有拍照片啊 都有啊 對就被相關的親友家屬出來提報 說沒有 他引用的很多照片都是當時 舊 對舊 再來就是我們去送給這個兒福中心 去兒福聯盟 我們去表示說有爭議有疑義的時候 所以代表照片不是社工拍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只有兩種可能 各位 第一 這個社工跟這個保姆 兩個人都知情受虐的事情 而且串供兩個人都是最大二級的人渣 這是第一件事情嘛 第二 這個社工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去過現場看過 擺爛 所以最後才導致這個結果 等於是保姆跟他都便宜行事 我說什麼你就造回什麼 就這兩種可能嘛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嘛 來你看喔 這是這個 你看他說來 小姐早上可以看到 這是他與我比較陌生 看起來有點凝重 這時候這個小朋友 已經開始身體很衰弱了 然後他講到這件事情很重要 他說另外要你知道就是 他有磨牙的狀況 而且很用力 最後四顆牙齒都掉下來 各位我問你喔 你如果今天作為一個社工 你發現有小朋友 異常的掉四顆牙齒 我們講一個不用你社工的專業就好了 正常人的邏輯 一個小朋友牙齒四顆磨掉 請問一下有這個可能性嗎 那你有聽過這種事情嗎 沒有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是顯核意見 有異常的狀況嘛 所以我就講了 要嘛是這個保姆 提供這個資訊給這個社工 然後社工跑去回報給家長 用保姆的說詞 要嘛就是他知道保姆 正在虐待這個兒童 但是他不願意講 再來我們看他繼續看下去 那你看喔 他這邊還辯解一大堆 你看喔 這是相關的親友家屬回覆 他說 我不是有這種狀況 但希望像你說的 希望不是有其他因素 這代表他們也不買單嘛 他們已經察覺有意了嘛 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嘛 我會為孩子欺負 你看這個社工還在那邊講 我們都嚇到了 我們很用心 我們真的很關心他 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 他還要講一件事情 說他額頭撞到 他說這個頭撞到 我跟你講啦 是因為這個他溜滑梯的時候滑倒了 然後還把他帶信說 你看他真的有帶我們大家出去玩 玩木馬什麼的 我記得跟各位講喔 有一個最重要最重要 不可能發生的爭點 你知道哪裡嗎 這個小朋友我有看過他先前健康的照片 白白胖胖的 很可愛就是一個很健康的小朋友 而到後期包括我們講 所謂這些回報照片 那個小朋友整個臉型都已經銷售了 而且精神狀況都已經恍惚了 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今天額服聯盟的人跳出來跟我講說 沒有我們又不能把他脫光 不用脫光 光看那個臉就知道了 對啊 除非你白內障 除非你眼睛有問題 這根本跟脫光沒有關係 而且再來第二件事情 好我們現在定調這個社工確實有他的問題 但我跟各位講一個數字你就理解了 正常的社工 應該一個人 照顧這種小朋友的案件要照顧幾個嗎 十到十八個 這是法定的 你覺得很多是不是 你覺得這樣很多嗎 為什麼十到十八個他要去釋訪 他還要做紀錄 他每天要回報 還要跟主管機關 然後長期做這種聯繫狀況 所以十到十八個 等於說我一個月如果輪流的話 我能夠去釋訪你兩次就算不錯了 但你知道現在的臺灣現行社工 要承擔幾個嗎 個案量 七十個 四倍 所以你說七倍 你要隨便你算什麼都可以 那你就講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有辦法去做到真實的釋訪 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因為各位我是讀社會學系的 我跟社工系在同一棟 所以這種事情跟我們來講 算是我專業有相關的 理論上來講 按照臺灣現行這種動能 我想跟各位保證 這個不是一個個案 就是很多人都在幹這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沒有辦法去釋訪 對不對 那乃余你是保姆嗎 我們怎麼做 你就傳一個取消 我跟你講啦 我知道你很辛苦 那沒關係啦 我照片我幫你拍 我們就說有啦有啦 這個小片我都顧得很好 交差了事 反正轉PO就好了 我跟各位保證 反正九十九十九 這個社工根本沒有去釋訪 這才最大問題 那好啊 那我們再回歸到源頭 那這個社工的雇主到底是誰 俄輔聯盟嘛 不就是俄輔聯盟嗎 大家看到不驚訝一件事情 如果我知道這個社工承擔的暗量 太過重的話我要做什麼 多找幾個 多聘幾個 對 結果你俄輔聯盟這是什麼 省錢 賺錢 我資產四十五億 我每個月盈餘一億 我跟累積 欸他各位啊 他的捐款一年是六億多 六億多 然後他說沒有錢去花在這種社工人力 吃緊的狀況下他對話進入裡面還有一個很重點喔 說欸 不好意思 我們政策改變了 所以最近沒有要再找保姆 所以各位這兩個大問題啊 第一個 你怎麼會讓社工這種人力吃緊到根本沒有時間去視察 再來第二個 你怎麼會去找這種如此垃圾的保姆 然後到現在為止 還在為他所用 而這個保姆 他的受訪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他從流露出來的對話內容 不管他是偵訊 不管他是在法庭上 他就講一件事情 老娘就是要賺錢 我只是想賺錢 我就把這個小朋友當印鈔機 這他講法啊 他說我只在乎孫中山啊 我只要賺錢就好啦 所以這種人 你怎麼會在這麼連續的環節下出一個大問題 但各位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去解釋這樣子的話嗎 因為我了解這個社工的背景 社工今年大概二八二九歲而已 那他過去他曾經是只考了525分 原本可以上台大法律 然後最後呢說 因為我有信仰 他基督徒 他說我有信仰 所以我願意想要去服務眾人 然後我爸爸是牧師 我才會跑去當社工 考台大社工系 那我就問哦 如果連這種抱持著理想的人 最後進到這個產業 都會變成虐嬰的幫兇 那請問在百分之一百底下 到底我們社會黑暗的角落 還有多少這樣的案件 如果這件事情 尤其特別是你兒府聯盟 不根本性的解決的話 那我跟你講還會層出不窮的發聲 而兒府聯盟竟然對外說 你保姆 你社工自己要負社會責任哦 你要勇敢面對 一推三不管都別的事情 然後一邊去買豪宅 這什麼東西啊 沒有這種事情的啦 好不好 各位 所以我跟你講 你如果說要究責根本到最底部 最根本的問題 這個是系統性的崩壞 而兒府聯盟難辭其咎